大家好,我是贝大大 今天给大家测评一下 赫尔拜英艺术家级水粉颜料 这款颜料容量很少 但是品质非常的高 价格还是稍贵的 它这个比较适合画小幅作品的 它比较适合有一定经验 然后画的已经很好的朋友 然后希望自己的作品保存的久一些 那如果是新手练习的话 这款就不适合了 新手比较推荐使用量大 然后便宜的水粉颜料 这个呢是一个5毫升的套装 价格呢是328 这个是不透明的水彩 有一些同学对于 不透明水彩是不是水粉 有一些争议啊 其实呢这个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样 其实它们都是以水为媒介的一种颜料 不透明的其实就是水粉 那透明的就是水彩 就广义上面的 然后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外面有一个这样的塑料纸 薄膜 后面有上海红色的贴纸和防尾码 那大家看到中国区的荷尔班英呢 都是上海红森代理的 那这里介绍荷尔班英 艺术家级水粉颜料呢 它是高质量的 不透明水彩颜料 给艺术家 设计师 插画师 还有学生的 为了高密度 高饱和度 它们选择了最好的色彩原料 拥有良好的耐光性 那它的颜色不会暗沉 不会发灰 不会发白 那这里它还有一个标注 写的是这个产品 它没有标注所有的 美国和加拿大要求的那种健康警告 就是它可能标的有部分 但是不是所有的健康警告 它都是有按美国或加拿大的标准来标注的 所以这个产品不卖给美国或者是加拿大的 荷尔班英的产品对我来说 就是用得非常放心 它们的厂真的非常的严格 非常的严谨 那这里有一些日文字啊 大概意思呢 应该是一些安全的使用方法 比如说不要使用的时候抽烟啊 然后不要使用在皮肤上面啊 然后用完了之后要及时洗手啊这些 远离小孩 这个是不适合小孩子用的 如果不用的时候把盖子拧紧啊这些 那这里有一个AP标志 它有经过美国的AP认证啊 它的包装一如既往的就是 很工整很漂亮很干净 那这里面就它的颜料了 这里有两种红一种橙 然后两种黄 三种绿 三种蓝 两种紫 一个土黄 一个褶石 一个熟和 一个黑 一个白 就是我要的所有颜色都在里面了 它还有一个12色的套装 那12色套装呢 有两种红但是没有橙色 有两种绿 两种蓝 一种紫 然后有一个折石 没有熟和 有黑有白 所以这个18色颜色我觉得比较齐全一些 接下来我们就来图一个色卡 看看吧 它的这个管呢是铝制的 铝管 然后上面写着它色号 然后它有提醒一下 就是水粉呢 会干掉 干掉以后会从你的调色盘上面裂开和掉落 那这里有它的色粉名字 然后它的透明度 还有它的系列号 打开看一下 它是这种这样子的一个管状啊 所以开的时候不要挤压它 因为它里面没有封口的 这个我已经涂好了啊 嗯 在涂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就是我挤了一块在那边啊 涂到这里一半的时候 下面基本上都已经干了 于是又要用水把它给化开 就想起了以前读高中的时候的话 水粉的时候 那个水粉不是装在那个格子里吗 然后过一会儿就要喷水 过一会儿就要喷水 水粉真的是很容易干的 那个水彩就比较不容易干 干了一些 因为我为了看一下 干了以后再润湿好不好化 那右边这一块呢 就是加了一点点水 和加多一点点水 现在就能看到它透明度的一个变化了 就是这个水滴 有的是完全遮住了 有的是有遮一半 有的是透明度很高的颜料 那我们可能要放在一边 可能等大概半天或者一天 等这个固体完全干掉 我们再做下一步测评 现在已经是几天后了 其实它大概两三个小时就干了 只是我这几天没有时间来拍摄视频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干了以后的状态 薄的地方就还比较OK 但是越厚的话它是越容易开裂的 然后我们来摸一下感受一下 这个颜色呢是不会被蹭下来的 就是光手指的话呢 是不会把颜色蹭下来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用一点点水把它化开 哇非常好化开耶 我没有想到这么好化开 而且化开以后 饱和度还是很高 现在我又加了一点点水 然后我们也可以加一滴水在这里 就是让这个颜色 就类似一个还原剂一样 让它复活 让那个颜色融掉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颜色 也是很容易就融掉了 而且这个颜色涂出来 饱和度非常的高 我觉得蛮好的 现在我们来试第二个颜色 先放水在这儿 我们先涂上面的 而且这样能看出来 其实它像水彩一样 也是有一点扩散效果的 就是有一点细微的扩散 大家应该看得到吧 咱们先进去 我们可以试试吃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这颜色 但我来试试看 这颜色 就会试试看 じゃあ我试试看 有一些颜色特别的好融开 可能是因为饱和度特别的高 浓度高 所以可能水一放上去 然后就觉得那个颜色特别的浓郁 特别的饱和 那这个水粉我们就不聊它的扩散了 毕竟它是水粉嘛 在它比较湿的时候用水还是有一定扩散的 但是它肯定没有办法跟水彩的扩散来比 给大家总结一下 它的颜色饱和度非常的高 而且荷尔白因的产品 不管是水彩水粉还是什么新颜彩也好 它的颗粒都是研磨的非常的细腻的 那透明度方面呢 它和它包装上面描述的一样 透明度最高的四个颜色是橙色 中黄柠檬黄 还有这个亮紫色 半透明的颜色是这个正红 橙红黄绿紫色和这个白色 那其他的颜色都是不透明的 覆盖力还是很强的 当然如果你像水彩一样 加很多水去用的话 它还是会稀释到很透明的 那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那整体使用感是涂起来非常的顺滑 而且干了以后呢是不粘手的 如果要自制固彩的话呢 还是比较方便携带的 但是就是有一个干裂的问题 但还是要注意要由合适的容器来装 它还是会干裂的 它的颜色都是纯度非常高的 非常纯正的 混色的话是不会发挥 不会容易脏的 我认为是值得尝试的 如果大家想要购买的话 可以去贝达达合作的店铺 也就是荷尔拜英在中国区的唯一总代理 跟他们去购买 可以享有贝达达粉丝专属折扣哦 记得一定要敲客服 告诉他是贝达达粉丝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